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我們這個 道點點餐桌計畫 還有我們幸福果時的一個 當初的開始 還有我們目前在做的事 還有之後我們整個未來的展望 那我們就是 當初我們的開始 其實有兩個源頭 還有因子的開始 其中一個就是剛剛之前 有提到的一個群眾不知 另外一個部分是社會企業 那我們當初我跟我朋友 我們是兩個共同創辦 一開始我們在決定做這個計畫 創這個業的時候 我們非常明確的知道 我們是要做社會企業 那不知道大家對社會企業的了解 了不了解 我簡單的敘述一下 社會企業的概念就是 透過解決社會問題 形成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它在整個商業的過程 它是解決社會的一個問題 然後來永續經營它 然後群眾不知的話 對我們而言 其實是一個嘗試 我們來測試市場 對於我們這個idea 我們做的這件事的接受度 為何 所以接下來 我會跟大家講 我們基於這兩個點 我們為何 為什麼而做 就是我們創這個業 我們最重要的理念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青年回鄉 對我跟我朋友來說 我們都是在台北念書生活 工作是幾年 那我們從小都是在 台灣的農村鄉下長大 所以我非常清楚 在鄉下長大的那份感受 是很自由快樂的 而且整個 你講幸福指數來說 台灣的農村鄉下真的很幸福 大家可以去宜安 來看看那些農舍啦 一棟一棟漂亮 可是事實上 他們都很便宜 我指的說 你在宜蘭 一個月可能只要五萬塊 你的生活品質 是遠高於台北 很高很高的 所以從青年回鄉的這個角度 我們第一個要支持的就是我們 可是我們思考一下 我過去在台北的工作 他可以提供我收入上的穩定 可是我回到台灣任何一個農村鄉下 你一個大學畢業生研究所 博士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學歷或是你所學的專業 工程師 程式設計師等等 你回到鄉下你能做什麼 第一個直覺是想不到 或是你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很多家長會鼓勵小孩子 你出去又不要回來 所以外面才能工程移舊 可是我們開始回過頭來思考 難道我們這塊土地真的不能做些什麼嗎 所以我們一個目的 青年回鄉 第二個目的的話 就是我們做這個參桌計畫 就是要讓大家感受到我們台灣的農村 我們五十年前台灣整個 大概有六成的人口都是從事農業 我們的你思考一下你周遭 一代至兩代都曾經有農村經驗 一定有 因為我們台灣從清朝開始日去時代 一直都是以農業為主 我們不是像倫敦那種大城市 工業化幾百年的那種工業化歷史 我們是很靠近農村的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另外一個社會面的意思 就是說你明明離你們的農村 我們自己的土地那麼近 為什麼你不明白你走不進去 我們可能距離我們台灣的農村都很近 可能十公里二十公里 你都可以看到鄉下 可是你不曾真正走進去 去理解他們的生活 然後第三點 我們為了我們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農村價值的創造 我們到年裡的參桌計畫 一餐一個人是一千六百六十六元 說簡單一點 我們就是在田裡擺個 那這是一個在葡萄園底下擺個餐桌 這是在南投心椅 那一樣是在葡萄園擺餐桌 我們可能會花十幾萬到南法 或是義大利的那種葡萄園酒莊去吃飯 可是你有沒有思考 一樣在我們台灣的土地上 用這種方式 你一樣可以有這種畫面 這份感受 而且這是我們台灣的主導 台灣的農產品真的非常的值 所以我們用價格 市場的價格 重新定義我們這塊土地農村的價值 那我自己有 之前我稍微 因為我是學商的背景 那我稍微了解一下生態經濟的概念 我們沒辦法用錢去買到一片藍天 可是我們擁有的藍天是很有價值 我舉個例子 北京的霧買大家都知道 可是北京是一個很容易賺到錢的地方 它那邊有錢人可能超過我們的想像 但是它再多錢 它居住的環境可能比不上我們台灣的環境 的藍天 如果我們把這個所謂土地那種環保 潔淨的市場價格把它放得很高的時候 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就會願意珍惜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目前整個世界還是資本主義運作的世界 這很明確 應該來說我的目的 我的終極理想是這個世界不用錢 可是在那個過程之前 必須要利用資本主義的方式 把它導向一些所謂解決社會問題的那種社會企業的概念 所以我正在做 我們團隊正在做的就是這個方向 只不過我們在台灣 那我們台灣在做的話 我們會從我們台灣最珍貴的一個土地農村價值開始做起 OK 那我們怎麼實現呢 其實我們的做法是希望透過一些比較好玩的概念 你進到農村 你不用那麼嚴肅的話題去思考土地農民 因為之前大普的世界 我們想要試著用另外一種很幸福的概念 你來吃一餐 你可以很好玩 在吃一餐的過程中 你自然會感受到接觸土地的幸福感 因為我們要求每個人 踏到我們的有機土地或友善小農所 跟做的土地都要赤腳 那大家思考一下 多久沒有赤腳踩在田裡面了嗎 踩在田裡面 我們有很多來賓是這一輩子 第一次赤腳踩在田 第一次喔 然後可是我們有發生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說有些來賓說 那田好髒 然後我們有時候開玩笑跟他講 你們台北人才髒 台北那麼多汙染 汽車汙染 那我們來到鄉下 什麼汙染都沒有 你還嫌人家髒 你知道這個思維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是有時候 我們想一下你說到底什麼是髒 有機根做的泥田 它裡面會有各種健康物理生物 但是對人體是健康的 只是我們的觀念上 就是說覺得喔 鄉下很髒怎樣亂 但是如果你在更進化的思維去思考 那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我們當初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 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發了Jimmy Oliver 他的食物革命的概念 我們都應該了解我們吃的食物是從哪裡而來 然後去 而且我們台灣吃的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供給的啦 那你為什麼不去了解 有可能你吃到很漂亮的什麼蔬菜水果 可是那都很多農藥 可是如果你真的靠近這塊土地去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價值的概念 我們是用價格來定義價值 所以從去年十六六號到現在 我們已經超過兩千人次 平均單價是一千六百二十六億 所以在這一年裡面 創造的金流是三百多萬 那我們的粉絲業 從三百人成長到一千三百 一萬三千兩百人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我們的粉絲業是運用科技網路來執行 它是一個很成長中的群眾物質平台 那我們未來團隊的展望是這樣 我想要重新塑造十一柱形育樂美 在農村的新的面貌 然後如果說台灣最美的光景世人 將人的美麗轉換成一個市場價值 不就是我們台灣人要做的嗎 還有就是說我想要開創 屬於台灣的一個農業品牌 不要讓我們的農產品變成一個商品 你幫助在整個品牌下 你出去你就會有一定的價格 整個台灣如果全部都是種植有機 友善的農產品 你賣給大陸人你都不賣 因為這個世界目前的趨勢潛在中國 可是我們不需要去到中國 我們只要善用我們土地的優勢 當然很喜歡台灣 我不自己覺得 所以謝謝大家 我也邀請大家透過我們這個計畫 來了解我們 謝謝